就是台湾对于两岸政策 我很感慨地讲个一句 老是认为自己很大 但殊不知你以小事大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有话执说的主讲人张有华 在野党派我统计了 大概从4月1号到8月31号 有10个团要登陆 这10个团我过去我陆陆续续的 我都讲过 至少在红袖柱跟韩国瑜之后 还有两个团 还有两个团要去中国大陆 就是说这些在野党派 频繁登陆 那更重要的是说 他们现在是看重了两岸关系 认为两岸关系不能够这样子搞下去 那事实上 中国大陆最先邀请的除了马英九以外 除了国民党以外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党主席 这个人的名字 讲过两岸一家亲的柯文哲 柯文哲曾经说他最理解中国大陆 但是到了现在他为什么不成行 为什么没有去中国大陆访问 其实坦白来讲 在520之前 中国大陆是希望柯文哲能够率团到大陆参访 那柯文哲为什么婉拒 这个中间有五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 一 可以这么说 因为他的党团干部里面有两位 是被中国大陆限制入境的 那这两位不能陪伴他的话 那柯文哲去也没有意义 第二个 柯文哲那个时候一心一意 是把他放在所谓的地方选举上面 像麦辽啊 还有其他地方的选举 不是有六项公职的补选吗 那柯文哲呢 就是希望郁家亲生去试试水温 如果赢的话他就去 结果没有想到一败涂地 一败涂地当然影响了柯文哲的信息 这个是第二个 那第三个 就是柯文哲 他始终认为 这个两岸政策 对民众党来讲的话是最没有包袱 虽然最没有包袱 但是民众党也最不重视两岸政策 民众党截至目前为止 没有提出两岸政策的政纲啊 或者是纲领啊 或者是党纲啊 党章啊 都没有 就是柯文哲讲到两岸政策都是信口开河 没有啊 没有经过啊 审慎思考后 对于两岸政策提出一套比较可行的运作模式 没有 截至目前为止没有 这第三个 第四个 就是柯文哲 他也希望 他也希望 接待规格 接待待遇 会谈主题 能够跟中国大陆 能够跟中国大陆平等协商 那事实上 接待的规格也好 接待的待遇也好 这个要是实际的情况而定 但是当你只有巴西的时候 那请问一下 那我真想请问一下 当你只有巴西的时候 这个成绩需要多高 这个是柯文哲自己要好好想想 第五个 就是柯文哲对于两岸政策 跟朱立伦一模一样 都是模糊以对 都是模糊以对 那这个模糊以对 这个中间真正的关键 就是说反对台独这四个字 他到底要不要说 那柯文哲讲了很多 都是跟你东扯西扯在那边 就是说你台独没有实现的可能 台独没有 台独是美中关系等等那些 就是说当你扯这一些的时候 中国大陆看在眼里 你究竟对于台独是一个什么样的立场 正如同民进党里很多人讲 他要到中国大陆去宣扬台独里面 那请问你还你进得去吗 正如同你到美国去宣扬某一种理论的时候 美国他会理你吗 就是台湾对于两岸政策 我很感慨的讲个一句 老是认为自己很大 但殊不知你以小事大要视之以致 但是往往往往往你说你要对等协商 请问美国对欧盟有没有对等协商过 请问美国对日本有没有对等协商过 请问美国对俄罗斯有没有对等协商过 请问美国对中国大陆有没有对等协商过 他身为一个霸权 他自有他的定见 也自有他的看法 跟你想的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们看国际 你国际情势这样子 事实上美国讲的一中政策以后 包含柯文哲他们都认为 这个一中政策究竟指的是什么 美国都没有讲清楚 很多的政策 你要你要你要叫大国讲清楚的话 那你就自己找死了 因为他要保留谈性谈判的空间 那这一点就是说台湾的政治人物 我也经常的 好 我也经常的请他们去看两本书 一个是伍修全先生的回忆录 一个是王炳南先生的回忆录 我说你看看 从日内瓦谈判到华沙谈判 美国跟中国大陆接触 有没有签过一项协议 有没有 就是说当你不了解这段历史的时候 你老是在现实政治的层面打算的话 那请问你能够得到什么样的结果 事实上 十个团体 十个在野党派 引进组团去中国大陆 你柯文哲什么时候去 当然我这里 我是给柯文哲一个建议 因为他旁边也有很多的智囊之士了 那一些智囊之士怎么跟他讲的 那我不管 就是说 跟中国大陆之间 进行交流沟通 是越快越好 越稳越好 而不能够变来变去 而不能够犹豫太多 我讲的是犹豫 也不能开的条件太多 毕竟沟通交流 沟通交流在野党派 记住在野党派是没有行政权的 他没有行政权的情况之下 还要开出那么多的条件 你只能够说 这一种人是魅于大事 所以当有十个团 要到中国大陆参访 现在剩下柯文哲 只要柯文哲愿意去中国大陆 我讲一句难听的话 所谓有几个黑名单的人物 中国大陆难道不会解封吗 他能够 他能够让你进入黑名单 他也能够让你解封 只不过你拿出你的诚意 这才是柯文哲 要不要去中国大陆的关键所在 都stock上的评论 还没出任何证 所以我给你准备 下一个评论 进入黑名单的人物 进入黑名单的人物 在消息 最后还没出任何评论 ое 感谢观看